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陳林軒 歡迎收看我們的 陽宅建定王 在我旁邊呢 這一位就是我們英俊挺拔的 國際靈學大師 易軒老師 各位觀眾大家好 老師你今天單庭很有力啊 當然啦 看起來這麼的榮光煩發 不錯 老師我跟妳講一下小八卦 這個對我來講有點小小的不公平 為什麼 怎麼有一種來賓呢 賺了一團來到我們節目之後 經過你改了格局 旺成這樣 現在竟然晉升為 我們這個節目的主持人 他會不會太旺了一點 我馬上來介紹一下 我們的新近的主持人 李飛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李飛 這一位就是神明的代言人 對啊 潮灑小聲 而且最近有演什麼 地爺公 玄天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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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演過多少神明啊 滿多的耶 有開張聖皇 文才神 武才神 眾多的神明都有這樣經歷過 演出過 對 了解 所以才叫做這個 神明的代言人啊 對不對 是 那要感謝我們一璇老師 上次來當來賓 然後現在又換我拉上來當主持人 謝謝一璇老師 謝謝 其實我們英俊小聲 我們李飛坦白講 他整個這個 不管是做演藝工作 還是主持的工作 慢慢再提升 而且他突飛猛進 功力越來越好 真的 太棒了 那所以我們今天來這家是 李飛你又買了一間房子是不是 不是啦 這是我們今天來賓的房子 對 來賓的房子 因為這個是內湖啦 內湖的地段 大家都知道說還不錯 是 因為本人我也是住在內湖 對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邊 這一個家 我們剛剛就是稍微看一下外觀 真的還不錯 但是這個內部的話呢 我真的 該怎麼說 因為兩位都沒有去過 對 但是我曾經 因為他跟我也是好朋友 我曾經來他家做客 做客之後呢 回去之後 我睡覺的時候 很不好睡 因為以我的印象 我覺得他家有點昏暗 而且他整個人講話邏輯 我覺得有點跟不上我們的節奏 就有點可愛 是蠻可愛的 而且很帥真的一個人 那其實他演藝事業發展也不錯 因為他算是演藝世家 他媽媽也是這個廣播非常知名的人 待會兒我們就問他 他老步是誰 好 然後弟弟跟姊姊 也都是從事我們的這個演藝工作 名演員 那到底是誰 待會兒帶大家上去的時候 就可以知道說 為什麼他們這一口子 都可以做這個演藝事業 而且在早期做的也是不錯 但是這一位 我的好姐妹呢 她為什麼那麼的 想要一泉老師來到家裡 來改格局 因為她最近 她說感情 還是事業 就是各方面 她都覺得說有那種孤獨感 對 兩種 真的 所以 所以演藝朋友 妳的真正的朋友就是老師 真的 好的 那我們就帶著大家的朋友 一起上去探訪一下 走 走 太棒了 就是這裡 好 老師 想請問一下 從這個外觀看 我覺得還滿明亮的感覺 是OK的 但是住宅的外面 也會影響人的情形 像我們以這個 我們今天要來受訪的 這個藝人的家中 我們看得到她的大門 她往外來看 那個門打開 她後面這個窗 大樓這個窗 剛好是她的後面 她的後面 那會形成一個門後窗 那門後窗 在玄學當中 主成為小人窗 小人窗 小人窗 對… 那我們來預測一下 她的小人世界就有非常多 可能就是對人家很好 那後面人家還會擺她一道 哇塞 變得會這樣子 但是你非你會覺得 我們很多 比如說公寓也好 大樓也好 也有很多這種門後窗的狀況 對啊… 其實很簡單的一個方法 我們可以利用 你自己去買 我們以破壞大樓的這個結構為主 是 那你去買這個可樂紙 汽車百貨的可樂紙 我們稍微把它貼一下 然後呢 在這個門後窗的後面這個地方 你種一些小的植物 例如… 例如比方說像貴族 小盆的貴族 單一隻的貴族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氣 就把它冒除掉 那如果想說 欸我這樣子會非常的麻煩 可能沒有那個平台 可以種這個小的植物 也沒有關係 你可以利用一張紅色的紙 你把它剪長紅色 那上面呢寫著 美人造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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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造越美麗 唉唷 就把它貼上去 就把小人窗改成美人造劑 對 就美人造劑 那我們知道 美人造劑是越造越美麗 對 因為我們會把我們自己 不好的會掉低掉 那就越造越美麗 你的事業就越來越好 那像女生就是美人造劑 那男生的話 是要寫帥哥造劑嗎 當然就是帥哥造劑 所以看看自己是什麼幸福 男生可以寫貴人造劑 也不錯 也不錯 難怪你是有演過 神明代言人 也是神明代言人 果然厲害 好的 那這樣子 我們就知道說 要怎麼樣照鏡了 對 那接下來這一位 在我心中我覺得也是美人 而且他有一個外號叫十三八 蛤 為什麼 因為他的體重只有 43.8公斤 43.8公斤 對 那我們就是你的目標 唉唷 我跟你講 我現在只多他0.5公斤 好 看一下 所以這個 喂 攝影大哥你有意見嗎 那這一位在我心中 真的也是算漂亮 真的 生產也好 是 那我有跟他一起洗澡過 所以我看過他真的是 台語講的 但是我就是覺得說他 有時候你知道嗎 人跟人相處那個磁波 你會覺得說他有時候會恍神 那到底有多恍神 我跟你講這一集一定要看 好好笑 他講話超好笑的 你會覺得跟他許純媚你知道嗎 沒有了 對不起 阿伯姐對不起 不要告我 那現在我們就話不多說 好 我們就去看一下美人相規長怎麼樣 好不好 對 好 林薇 哈囉 誰啊 誰啊 來了來了 我們到了 請開門 還是不會這樣 好 來 請站中間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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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請站中間 來這邊好熱鬧 你看身材真的是一級棒對不對 4 13.8 對 438 438 不是138 其實林薇是跟我有些好朋友 是 然後我們剛剛在外面有講了 你一點點的這個壞話 老師 講了什麼 沒有講什麼 看播出就知道 對 而且我們從樓下到樓上 包括你的門外 你一定要回家 看播出的時候 你要改善什麼東西 好 對你來講會非常的有好處 感恩 那今天呢 因為這個一璇老師 特地來到我們這個明星家裡面 是 因為之前喔 林薇一直在 跟我要求說 她有看到我們的節目 她非常想改善 對 妳是為什麼會想要改格局 妳最近有遇到一些 覺得不順心的嗎 應該講就是說 等一下看就知道 對啊 看就知道 等一下在陽台那邊 看就知道 我們先不要 破梗 對 破梗 破梗 那就請女主人帶我們 先看一下吧 好 請進來 哇 怎麼樣 可愛 溫馨的一個女孩子 自己住的家 來 請 請把門先帶上 來 因為女生香歸嘛 是 是 想請丫丫跟我們解釋一下 妳家被原子彈打到是不是 對 經常 一進來的時候 老師我想問一下 因為有很多女孩子 她比較自戀一點 不是 有些女孩子 她會稍微有自信一點 她會喜歡放媽媽的照片在這裡 欸 這我啊 我本人啊 這是妳喔 我本人 OK 這個是妳 那老師請問一下 像很多人家裡會喜歡擺自己的 漂亮的沙龍照 藝術照 那這個會有影響嗎 還是無法 她放這個地方原則上是OK 沒有關係 但是問題就是 她上面這邊會有兩個橫樑 有沒有看到 這邊一個橫樑 這邊又一個橫樑 所以她剛好 她的左右肩膀會很重 變得會這樣子 會很重 然後就是 可能就是自己家裡面 還有她的父母親啊 什麼都會給她非常大的壓力 是 還有一些朋友也會給她壓力 是 所以我建議妳 妳可以就換個地方 除非說妳上面是一面 整個屋頂是平的 當然我們來放就沒有關係 是因為這個梁沒有關係 對 妳剛好照片 就放在這個橫樑之下 那剛好就好像我們在單 那個扁單的意思一樣 然後呢 注意看我們的這個照片 對過來又剛好又對到妳的電箱 是 對到這個電箱 就變成說妳的家裡面 會一些事事非非 比方說像妳的父親啊 跟妳的母親啊 可能感覺比較不好啦 要不然就是有另一半會先走掉 就變成這樣 家裡有說得非常準 我很小的時候 我親生父親就走了 然後呢 我們再來看到 我們剛剛有看到她門打開之後 她的這個主要的銅門 流化銅門打開之後 她這邊又放了她自己的一張的照片 對 那這樣子我們每天打開 每天打她的臉 能過來一點可以嗎 一樣不行 還是會打到 對 電箱下面又是一樣 所以妳這樣子啊 就是會妳的腦神經 就是會比較衰弱 是 是 所以說不僅被門打到 對 如果放在電箱下面 一樣會影響到老婆 遇到長官長官就電她 對 然後叮妳 就叮妳 老師您真是我的 祭世菩薩 就會叮妳 所以說呢 我建議妳就是還是要 我很容易叮 還是要把這個東西 要把它移開 然後不要放在門的後面 妳門後面要的話 妳可以類似掉谷地錢 可是這邊又是涼 沒有關係 妳可以掉谷地錢 還是掉一些金錢件 它可以幫妳把這個 小人的災害 降低下來 欸老師我聽說啦 就是人家說 家裡就是比如說保持乾淨 萬一有 比如說蜘蛛網啊 這種東西的話 聽說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對 蜘蛛網 因為我們婆婆媽媽 那個姐姐們 我們知道說家裡好像 偶爾沒有嫂沒有關係 但是好像也會影響運勢 是不是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我發現 涼上面 竟然有蜘蛛機 哪有啊 妳看 這個會有影響嗎 對 會 你說這個嗎 對 那個是蜘蛛絲 那個不能殺欸 那是殺生欸 那妳可以把他廣子 把他的家稍微 讓他 讓他新居喬遷一下嗎 我們的璇璇 確實跟了老師 這一段時間 她也慢慢有在學習 她看到了這一個點 是非常好的一個點 在我們大門 所以這個要清掉 對 在我們大門 這一個地方 剛才俗稱為叫中庭 叫做前景 那前景啊 妳的這個梁柱上 有長的植樹師 那會有牽絆 會把妳的事業綁住 表示說可能就是 有人本來很想要哄妳 可能就是要牽哄妳 可是呢 就會又殺出一些成腳精進來 會把妳整個事業就沒有了 女主角換人 是 新娘換別人 是 是 有嗎 是 真的有 之前有簽了經紀公司 但是經紀公司一直說 什麼角色要給我演 什麼角色要給我演 最後都無疾而終 就變成這樣 對 所以老師給妳建議 清一清 清那個蜘蛛網 對 蜘蛛師蜘蛛網都要清 拿掉 對 這一個也是要拿掉 拿掉 對 好 來我們往裡面走 好 再來看她的其他地方 來 好了 凌薇妳這上面怎麼會放一個佛祖的神像 這個就是之前我有去聽經文法的時候 那個講堂送給我的 那我有問過她 因為我一般也有看一些風水的節目 他們說什麼不能放在樑下面 不能放在什麼 可是他們說他們不忌諱 所以我就把它擺在這裡 因為我也不知道擺在哪裡 那又聽說佛像是要朝 朝陽台的 面向陽台的 所以我就把揮在這裡 其實我們佛像跟一些物品是不一樣的 如果你是物品 你放在兩柱下當然是OK 是沒有關係 那因為本身這個佛像 它本身會有一些靈動力 你把它放到那邊 好像會有東西壓住它 那你壓住它 然後本身就好像我們人了一樣 那整個氣勢就有辦法好去發 就弱了 就弱了 對 就沒辦法去發揮 對 其實我是覺得 它像它 在我們一路大門之後 進來到客廳這個地方來看 它這個地方擺設 放了非常多的眼鏡 對 那這些眼鏡其實也有別人的 也有它自己的 其實放到這個地方是不對的 因為本身你放在這個地方 你會有很多的語論壓力 會看著 你是說眼鏡的關係嗎 對 眼鏡的關係 會有很多人看著你 你在做什麼 然後你做錯的人 人家就在撐你的窗戶 天啊 對 所以眼鏡要放在哪裡 你最好就是用盒子 眼鏡盒把它收起來 然後放到事物櫃裡面去 你這個眼鏡盒都可以把它藏進去 對 因為你剛好是站在我們 放在我們這個大門進來這個地方 那你放在這個地方 就好比有好多人眼鏡看著你 你只要一做錯人家就 人家就這樣 那我放這些兄弟姐妹的相片 那相片還沒有關係 但是眼鏡放太多了 聽到說眼鏡這樣子白白的 這麼顯眼的地方是 會被人家叮燒的感覺 對 會叮上你 因為有形 必有煞 對嘛 天啊 壓壓你看 你這邊加起來應該也有進十步 進十個人盯著你 對 盯著你 你沒看到你背後也有一個人 對 對 對 老師 所以這個眼鏡呢 跟鏡子的意思就是 大同小異 對 大同小異 大同小異嘛 對不對 然後呢 他大門進來 這邊呢 又做了一個釣衣的衣服 釣衣架 對 就是外套 這個也是方便 對 就是方便 就方便就是說 進進出出的時候 對 其實喔 我們都知道 衣服盡量都是要放在我們的自衣間 對 還是我們的房間 你放在這個地方 你看又對著你的大門 所以說呢 你就是會很奔波 然後奔波又賺不到錢 你有沒有覺得 所以老師 你的意思是說 把這個更衣架 移到房間 房間還是你的更衣間 然後就是不會奔波有錢嗎 對 謝謝老師 對 鞋子也是一樣 要放到鞋櫃裡面去 這才正確的 對啊 你這個真的是很誇張耶 因為你一開門就建鞋子 又建衣服 然後那邊又有鞋子 裡面一生會很奔波很勞辱 那怎麼辦 就是要收起來 好 然後我們往進來再帶進來 好 來 往進來再帶進來一下 有沒有看 這應該是你的爸爸嗎 父親 其實相片呢 應該你要把它釣高起來 那老師給你建議就是說 你可以把它就是用紅紙把它包起來 然後你就把它 紅紙 紅紙把它整個包起來 不用不用 你就把它包起來之後 你把它收起來 想念它再拿出來看 那我們平常你可以把它縮小板 隨身帶在皮包裡面就可以了 那但是我們是不是平常也有看到說 就是像我爺爺奶奶家的話 我們家裡很多 比如說比較老一輩的 他們會把這樣的像 掛在牆壁上面 這是掛好幾個呢 其實我們可以注意去看 我們在中國古代當中 這是孝順沒有錯 也是思念懷思 但是我們會將這些像片 都會掉在神明廳 一般都是會掉在神明廳的祖先這個位置 就是我們面向我們的神明桌 的左手邊祖先的位置 會掉到那個地方 因為這樣子我們一進去點香 初一十五我們去跟我們祖先上香 拜拜的時候 在思念我們的祖先過程當中 可以看到我爸爸還是爺爺奶奶的照片 順便想來思念她一下 是這樣的一個含義 對 但是妳 老師我不用挑時辰 我只要找到夠大張的紅紙 對 把它包起來 把它包起來就可以了 跟爸爸講一下 然後把它收起來 是的 謝謝 那老師如果這樣出去的話 您一定要來幫我 這大位 被人主問了 但是老師我現在在想 就是因為她家的有一個特點 像剛剛李飛進來 就跟我借借私語 她就說她家的照片真的很 照片 而且這一幅真的是超大 因為我超大 我還沒有拍戲之前 我是當model 對 那我從大學的時期 我就一直當model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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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